当我们继续在这个系列 来认识和反击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世界观时 我们会探讨哲学家所说的存在主义 但我想重申 本系列是栽制史普罗的书 题为产生影响 你们可以自己去读这本书 但是这本书极具洞察力 但对一些人来说可能不容易理解 因为他所举的例子 大多数来自西方文化和文明 但是我们也要明白 现代世界也深受西方文明及其思想的影响 然而透过本系列 我们不单是要牧养世界这个地区的英语群体 我们也要牧养全球中很大的华人群体 因此我会尽力让所分享的内容与你们相关 在上一堂课中我们分享了 世俗主义的广泛哲学体系 还记得我说过 有几个哲学流派或系统广泛涉及世俗主义的概念 而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存在主义 这是最具挑战性的一个主义 尤其是我们要在一个小时内分享完 尽管现在社会已经深受这个主义的影响 但是真正能够准确定义这主义的人并不多 但是我们要先从这个词本身开始 简单来说存在主义 主张个体的存在是最高的真理 在这样的世界观中 生命的最终意义完全取决于个人想要如何存在 如果我们上网搜索什么是存在主义 我们得到的定义是 它是一种哲学信念 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在自己的生命中创造目的或意义 如果我们从这含义中得出结论 它只是告诉我们 我们个人的目的和意义 不是由神、父母、政府、老师 或任何其他权威赋予我们的 而是由我们个人所定的 但是我们如何得出这个结论呢 这个简单定义的背后的主题和重点是什么 以及这个想法如何巧妙地进入现在世界里 这些都是我们在这堂课中所要了解的内容 我们要意识到存在主义所影响的其中一方面就是这点 通常当某个大学的某个学者 提出哲学观点时 它通常会以非常学术性、技术性的方式来写作 因此这种理论思想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才能渗透到文化的基层 以致人们才开始感受到这种新思想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谈到后现代主义 其实后现代主义是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产生了 它的文学作品是在二战后就出现了 然而就当后现代理想在这一二十年 在我们的文化中兴盛起来之后 你才会感受到它 你开始看到性革命的顶峰 还有同性恋运动的兴起 突然之间我们就听到一个男人说 我出生在男人的身体里 但我认为我其实是一个女人 广大群众也很容易接受这些观念 然后你开始听到人们赞同这样的观点说 什么是真实的和什么是不真实的 什么是真的和什么是假的之间 没有严格的区别 任何一样东西都可能是真的 我的想法可能是真实的 你的感受也可能是真实的 你就开始思想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我们才意识到这就是后现代主义 它通常需要很多年才能渗透到大众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但在西方文明史上 偶尔会出现一场新的哲学运动 它很快弥合这个红沟 并非常迅速让人感受到其影响 历史上哲学运动最迅速的影响之一 就是被称为存在主义的哲学 事实上史普罗认为 20世纪对美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哲学体系 莫过于这一学派 存在主义影响了美国人每一天的生活和文化 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我们 这个世界这一地区的人们的生活 真正要定义和理解这理论的全部内容并非易事 但人们实际上每天都活在其中 为了让你们进一步了解 为什么存在主义能够如此迅速的从理论层面 走向文化的草根 我要分享几个理由 首先因为存在主义的主要倡导者 不仅具有出色的技术性哲学知识 而且还是非常有天赋的人 他们不仅有能力概念化该哲学思想 而且有能力将他们的思想转化为更流行的媒介 比如让保罗萨特就是其中之一 他一方面可以创作一本厚重的哲学著作 名为存在虚无 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些沉重的思想传播到文化中 因为他同时也是一位剧作家和小说家 另一位阿尔贝·加谬是法国哲学家 他主张存在主义思想 同时他也是小说家 政治活动家 诺贝尔文学讲获得者 他写了扣人心弦的小说 来表达自己的哲学见解 另一位就是福尼·德里希·尼采 他显然属于同一阵营 他也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并且具有非凡的传达思想的能力 因为有这些非常出色的倡导者 他们有能力把他们的思想传达给民众 所以这个主义非常的盛行 存在主义产生影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 虽然哲学本身从定义上来讲是一种思想体系 但是存在主义的一个非常独特之处 就是他实际上对系统过敏 他其实是反系统的 他的心圣与其说是建立在相互关联 连贯密切相关的世界观之上 不如说更重要的是 他是建立在个人闪现的洞察力 而从日常生活中领域所汲取的精彩片段之上 所以他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是非常的贴切 但最重要的是 存在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是因为他不仅仅是解决行而上学 或是认识论或其他哲学的抽象问题 而是直接谈到人类的困境 顾名思义 存在主义的重点是人类的存在 而不是形而上学 不是抽象的知识理论 而是真实而充满热忱的生活 比如说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哲学 可能只有对宗教或是哲学有感兴趣的人 才会被他吸引 普通人是没有兴趣的 所以只有对哲学和宗教有兴趣的人 才会关注这些 但是存在主义则不同 因为存在主义思想是一种自由奔放的思想 就像一幅令人着迷的素描 但是它又带有一种现实生活哲学的味道 很容易被普通人所欣赏 比如家没有谈到幸福 但他提出了幸福就是荒谬的这个大胆想法 他所要说的是幸福是在这个痛苦的世界 找不到的东西 萨特就说生命的意义完全取决于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生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意义 你看这些想法 对于短暂而痛苦的一生来说 是多么容易令人产生共鸣的 对于街上的每一个人 他们为生活而挣扎的普通人 这听起来是那么的真实 对于那些看到精神徒劳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相关的理念 所以如果这些人还没有彻底了解来世的盼望 他们就会被这样的思想所赢得 所以你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呢? 因为首先有这些伟大的小说家 这些经典而伟大的作家 他们都是存在主义的伟大倡导者 然后他们巧妙地将整个概念 有力地注入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中 且将其呈现为我们今生的终极现实 这是一种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哲学 那有些人可能会问 存在主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没有人能够肯定的回答 因为这个想法到处被借用 有时在过程中也被扭曲 但是有人声称 加密和萨特的作品源于圣奥普斯丁 有些人也说它始于前苏格拉底时代 有些人认为 沙士比亚是存在主义的真正现代创新者 但是若谈到正式的运动 它真正始于19世纪 有两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发体 一位是基督徒 另一个则是无神论者 但既然我们谈论的是 与基督教相对立的世界观 我们就着重在存在主义的无神论派 而不是克尔凯郭尔 他所倡导的有神论运动 有些人说克尔凯郭尔 他是提出基督教存在主义概念的人 但是这个基督教存在主义的概念 并不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基督教思想 但真正席卷西方世界 并深深扎根 与我们当今每种文化中的是 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观点 他最有影响力的创始人之一 就是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尼采 然后20世纪的巨人 包括了萨特 加密 马丁 凯德 格尔等人 其他的人 我只是把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的名字举出 这些人确实在二战后 让存在主义产生其影响 在那段时间 萨特和加密尔大量参与了欧洲大战 并与地下组织合作 所以在二战让大家很惊讶的 就是这个大屠杀 当大屠杀的极端残酷暴行 在整个西欧被曝光时 整个欧洲笼罩着一种忧郁和绝望的情绪 当哲学家们看到 布衡 瓦尔德 集中营 还有奥斯威星集中营 和其他一些集中营所犯下的暴行时 他们说这就是人类有能力所做的事 因此十九世纪的乐观精神 突然被这种阴郁和绝望的气氛所取代 并且萨特的戏剧 与传达绝望的主题和情绪 有很大的关系 他写了一本小说名为恶心 在某种意义上 这是他对现代人的底线底下 他得出的结论是 人归根究底是一种无用的激情 无用的激情 你为什么现在那么生气 你现在为什么那么激烈 你现在为什么这么担心 或是这么开心 其实到头来都算不得什么 在你生命的尽头 你会意识到那些激情毫无用处 因为生命根本没有内在的意义 这确实是一种绝望的哲学 但我们要注意这种评价 这种结论已经传达到了 大西洋彼岸的艺术家世界 并在美国定居 他的基本思想后来被现代艺术和电影 电影业采用 成为传达存在主义思想的主要工具 不知不觉的瑞典电影 意大利电影 英国电影都开始传达存在主义的一些主题 事实上存在主义对百老汇荒诞剧 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百老汇荒诞剧是二战后 对20世纪50年代末 欧洲剧作家创作的荒诞主义小说的特定戏剧称呼 它的特点包括反人物 反语言 反戏剧 反情节 在其中一些戏剧中 一些演员走到了舞台上 站在中间发出一些胡言乱语的声音 所以他们到底想说什么 表达什么呢 他们要表达的是 人类已经到了非理性的地步 连人类的语言都无法听懂了 因为生命没有任何意义 而通常意义都是通过 能够理解的话语或是图案来表达 但是现在的心性息事 生命毫无意义 生命不是交响乐 而是刺耳的声音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宇宙以连贯的方式聚集在一起 这是一种从理性走向非理性的运动 而大多数荒诞剧的内容是悲剧性的 但其处理法却是喜剧性的 他们的对话表面上很有趣 但他们表明了深根蒂固的恐惧和心理困扰 你能够想到怎样的节目呢 你能够想到一个有参与这样的演出的演员吗 我想到查理卓别林 他带给荒诞剧一些非常相关的演出 他演出了无声表演 而且其内容充满了悲剧和喜剧 我小时候看过他的表演 简单的说 他的表演的基本精神就是面对悲剧一笑置之 因为生命如何并不重要 因为生命毫无意义 然而所有在这些节目背后驱动的存在主义里面是什么 他们要传达的微妙信息是什么 就是现代人现在活在没有神的情况下 为什么没有意义呢 因为神不再存在 尽管人一直希望并等待神出现 但是神没有 所以现在就由人来为自己的生命定下意义 这个就是存在主义的微妙影响 于是包含存在主义原则的宗教运动 就如佛教禅宗 这实际上是东方地区首次渗透进西方文化 我们很少听到东方可以影响西方 但是为什么禅宗能够这样做呢 因为禅宗有一种存在主义的色彩 禅宗以自我为中心 承诺自由 始于一种痛苦绝望的状态 把所有的存在都简化为纯粹的痛苦 那么存在主义的真正思想是什么呢 存在主义的传统口号来自让保罗萨特 简单来说就是存在先于本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公式概括了存在主义哲学 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 存在先于本质是什么意思 这对存在主义者来说意义重大 这个公式是一个哲学思想 它表明一个人的本质或本性 并不是出生时就预先确定的 而是由它的存在所带来的经历和行为所塑造的 所以你的本质不是出生时就有的 而是当你存在这个世界你所经历的所造成的 我们的本性可能会带有某些倾向 但最终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方向 这不是我们从世界各地所得到的想法吗 你在电影中看到它 你几乎在所有社交媒体的片段中也看到它 特别好莱坞等电影业使这个想法成为现实 我想你们当中很多已经看过X战警这样的电影 你没有问过这些超人在哪个地方吸引了你 这个X战警电影它带有一种信息 这些战警它们生来就是超级人类 具有特殊能力 所以别人都看它们是奇怪的 但是贯穿这些电影的信息告诉我们 如果你知道如何负责任的使用你的能力 你就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救世主和恩人 那个就是人生的意义 而爱情电影总是会讲到要追求今生你渴望的爱情 因为那个才是人生的意义 通常你看了这些电影之后 你的感受如何 你除了被娱乐之外 其实看了这些电影还会受到启发 去开拓自己的未来 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因为到最后那个微妙的信息就是 一切都与你的选择有关 与你想要如何存在有关 它让你认为你的生命始于你个人的存在 因此你是你生命的最终决定因素 这个概念听起来很真实 但是你看到这将你引到哪里去吗 如果存在先于本质 那么人自己就会创造他的本质 从而对他的行为负责 按照这种思维上帝的存在就没有必要了 这个主题所要传达的真正信息是 你不需要关心上帝如何创造你作为一个人 或者神赋予你生命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 重要的是你现在要把怎样的意义赋予你的生命 所以作为一个存在的人 你不需要去思考你是如何被创造的 你是为什么而被造的 或者说你甚至不需要去思考你是否有创造主 重要的是你现在的存在 受这些观念影响的基督徒可能不会否认神的存在 但他们会巧妙地开始将上帝置于自己生命的计划和目的之外 他们开始会认为神是一个不亲切非人格的 与他们生命的充实无关 上帝会被视为在他们的生命是没有参与的 所以他们在规划人生时不会考虑神的主权 有这样的世界观影响教会 以人为中心的福音就不难兴旺起来 他孕育了健康和财富福音 他孕育了信心化与运动 他孕育了向神要救必得着 我们可以把事情说成存在 上帝几乎被当作是一个跑腿的来满足我们的愿望 而不是一个被敬拜崇拜和顺服的对象 这种荒谬的基督教教义和运动在存在主义世界观的摇篮中兴旺 事实上存在主义否认神参与这个世界 这使得人类真正变得非理性 他使人对上帝 对世界 对他自己 以及他能成为什么 或他能做什么 产生非理性的想法 我要引述威廉巴雷特所说的 他是对存在主义进行重要研究的美国哲学家 他写了一本书名为非理性人 我要引用他的话 他说当人类不再自发地转向上帝或超知觉世界而生活时 用业知的话说就是 如果我们攀向更高现实的梯子已经消失了 这时艺术家也必定面对一个不可解释的平面世界 这甚至在现代艺术的形式结构中也有所体现 既然这种精神运动不再向垂直方面进行 而是在水平面进行 则艺术中的高潮因素一般也就被移平了 所以巴雷特的意思是 从地球到天堂的阶梯已经消失 所以垂直的领域就是人看着神 不再是艺术家关注的 所以人基本上只需要关心这个空间 这个平面空间就可以了 这听起来熟悉吗 这个跟我们上一次讲到世俗主义是有关联的 我们都讲到现在当下 而艺术家的创作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你就会开始看到现代艺术中有非常奇怪的事 比如立体派艺术 这是20世纪初的一个先锋艺术运动 这个图画很稀奇 我们看另外一张 对某些人来说这是艺术 你们有觉得这是有艺术性吗 但是对于外行人来说这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看毕加索他所画的吉他 所以他的形状滑稽画在一张扭曲的脸上 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对像我这样的外行人这是没有意义的 但艺术家的解释是 那是因为他正在压缩生活并将其扁平化 所以我们明白生命只在这个层面上 就是水平面上 就是这个地球 这就是金氏 你明白背后的意思吗 有些人看这些图案的时候 他们觉得是艺术 他们有些人觉得这个是很奇怪 很离奇 很不合理的 但是他们不明白这些图画背后所要传达的信息 另一个重点是 我们所拥有的并不是客观的存在 我们人类不属于一个造物主创造的客观类别 因为我们对垂直的这个层面不感兴趣 只有关注平面的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活生生的 有呼吸的 充满激情的个体 每个人都是一个主体 所以在存在主义里 真理是主观性主体性的 所以现在的重点就是只要关心个人 只关心个人 你不要管其他人 所以你没有注意到 我们生活在一种最关注自我的文化中 我们看这个自我的主体 这个世界常常告诉我们 自我完善 自助自我修养 让自己看起来更好 我们都是关注我 而不是我们 即使在教会里 很多人去教会的人 不是把教会当成我们 而是把教会当成我 所以他们的潜意识是 我想从这个教会受益 我想从这个教会有所得着 而不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 必须共同受益 我们必须一起得着 不然就没有一个人能得着 这些的我都围绕着主观主义 而这对存在主义至关重要 我想要强调的是 无论是在世界 还是在当今的教会中 存在主义正在产生真实的影响 可能我们当中没有人意识到 我们也被这个影响来思想 这个自我关注的这个感觉 是从这个存在主义开始的 来自存在主义 让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在存在主义中 通常会遇到的几个主题 我要分享几个主题 这些主题都是一次又一次出现的 首先就是一个虚无的主题 事实上我们在存在主义发展的早期 就看到了这点 早在尼采的著作中就已经存在 尼采因宣称上帝已经死而闻名 他被称为虚无主义之父 而尼采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就是虚无 尼采这样说 生命的终极意义就是虚无 他相信这是我们生命合乎逻辑的结论 为什么 因为上帝根本不存在 所以虚无主义是一种绝望的哲学 因为上帝不存在的结论 意味着人类的存在也没有意义 生命没有最终的价值或意义 然后他说你在这个世界上 能发现的唯一意义 就是你为自己所定出的意义 所以并没有什么超然或客观的意义 只有你的喜好 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的存在源于无有 也归于虚无 所以你在虚无的两个极点之间度过一生 你是始于虚无也归于虚无 所以其他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家 也接受了这个想法 所以从尼采的观点 萨特写了一本哲学著作 题为存在与虚无 所以那个虚无是存在主义的第一个主题 然后这种哲学也弥漫着强烈的绝望和恐惧感 事实上存在主义拥护者的著作中充满了这些确切的词语 如恐惧绝望诸如此类的词语 我记得曾经有一位牧师告诉我 他读尼采的作品时 读到一半就停下来 因为他觉得很绝望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因为这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现实观 如果生命最终是虚无 我们如何才能摆脱绝望 事实上 加谬曾说过 留给哲学家研究的唯一严肃问题就是 自杀的问题 所以你在电影行业看到 剧情和故事情节发生的真实的转变 以前你会在荧幕上看到 痛苦失落甚至死亡的剧情 那你总是可以期待幸福的结局 至少这是我在小时候看电影时 一直期待的情节 我总能分辨出谁是好人 我希望他能够赢 或者在浪漫剧当中 总是会有从此幸福快乐的结局 而故事也总是给人带来 持久的高尚道德思想 我不知道当中谁跟我一样年代 但是我在十几岁时 有一部让我非常发狂的电影 就是拳击手夺吉 这部电影有五集 我全部都看了 然后洛奇这个人物 他总是不被看好 但是他总是获胜 而这表明坚韧不拔 努力工作和谦虚的古老传统价值观 总会带来胜利 但有一天一些电影 不再描绘这样的想法 好人并不总是最终获胜 良好的价值观和道德 不适总是有回报 好人和坏人都可以死在一起 恋爱中的情人最终亮成了悲剧 好莱坞和世界各地的电影业 都拾取存在主义的主题 而向我们呈现绝望的主题 这些主题的结局都是彻底毁灭 没有希望 所以试想 如果没有传统原则指导人们 而人们的结论只是随机的 不确定的或更糟的虚无 那你要去哪里寻找目的 我们要到哪里去得着动力 来过良好的道德生活呢 由此我们知道 虚无只会让这个世界陷入彻底的绝望和混乱 但是如果你意识到的话 这些都是存在主义的副产品 然后另外一个与存在主义相关的主题 就是焦虑 20世纪的哲学家们 对人类的焦虑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但不是具体的焦虑 所以当我们谈到焦虑和惧怕的时候 你可能会怕一些很具体的事物 比如你害怕昆虫 狗 高处 封闭的空间等等 这些都是传统的恐惧 与具体的事物有关 但哲学家所说的焦虑 是一种未定义的 不露面的 无形的焦虑 它笼罩着你 吞吃着你 你无法真正找出是什么让你内心不安 20世纪应对这个问题的最伟大哲学家 名叫马丁海德格尔 他是德国人 他写了20世纪最具洞察力的书之一 书名为《存在与时间》 他说传统上 当我们讲到人类你会想到什么 所以存在者 人类会跟存在者是相关的 我们讲到存在这个来自希腊语 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存在口头意义 你是一个继续存在的人类 所以你是人类存在者 而存在的词就是zain 但是他不是谈到存在 他也谈到另外一个词 这个词头的 它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这个讲到这里或是那里 死在 所以他谈到存在 就是人在这里 人在那里 所以人都是被有限的边界所定义 他在这里在那里 也就是说人的生命不是活在具有永恒意义的永恒 剧场里 而是他是活在新加坡或是中国北京或是美国某个特定的城镇 然后他用一个非常有生动性的描述 所以他先说你的生命和存在是由你所在的位置所决定的 然后他说人之所以会经历这种焦虑 他的焦虑是因为在直觉上 他知道自己生活在那里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的结果 那意思就是被抛 这就是让人心非常不安的 人微妙的经历是 他被扔进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宇宙 那里没有人在 然后他必须开拓自己的存在 找到自己的意义 这个思想源自相信人生活在虚无的极点之间 所以他从无而来也必归于无有 所以他注定要被消灭 出生到这个世界的人都在直觉当中明白这一点 而这正在吞噬他们 当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创造出自己存在的任何意义时 这就让他崩溃了 我只是被抛在这里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们都抛到不同的地方 有些人常常说我就是感到很绝望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 我辅导过很多人 他们告诉我 他们处在一种危机 但是他们无法描述那个危机是什么 但是我从他们得到的感觉是 他们觉得他们在这个世上是被抛来抛去的 他说牧师我被扔进这个家庭 我长大了我就被抛到这个学校 然后我毕业了我就被抛到一份工作 然后我就被抛进一段婚姻 我就抛进了这样一个人生 但是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所以有一个莫名的焦虑在他们里面 我们也经常听到人说他们有中年危机 有时候我在想什么是中年危机 因为我还没有到达那一个时段 但是我开始明白这种危机就是人们觉得自己根本无法为自己的存在创造任何意义 他们就哀哼我的工作是停滞不前的 我的婚姻很平淡 我的孩子长大了不需要我了 那么现在我还剩下什么呢 这个就是中年危机 所以他们心中有一种焦虑 这就是那些对今生背后的永恒价值一无所知的人所面临的 甚至基督徒当我们失去永恒的眼光的时候 我们也陷入这样的焦虑当中 所以这是我们值得反思的 等一下我会把答案告诉你们 另外一个与存在主义有关的主题就是自由 尤其是绝对的自由 存在主义告诉我们个人可以自由的开创自己的这个命运 他不需要遵守任何规范 因为一开始就没有规范 他只是自由而且有责任的做自己的事 做你认为合适的事 你喜欢怎么活就怎么活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跟这个世界的口号很相似呢 事实上这正是尼采将19世纪欧洲的颓废归咎于群体道德时 他所主张的 群体道德是指一群人 只做他们被期待做的常规事情 因为这样做很安全 但尼采认为这意味着社会会走下坡 所以尼采呼唤超人 征服者 敢于常行在未知水域的人 开拓新价值观的人 能重新创造世界的人 对尼采来说 存在主义英雄是那些看到今生是虚无的人 所以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所以他看着绝望的深渊 凝视虚无的空虚 他认为生命是无妄和无意义的 但他选择不屈服于传统价值观和制度的安全 但他大胆反击地出击 创造了自己的价值观 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这是尼采的观点 但是我们要小心 这样的观念可能会带来一种文化 席卷一代年轻人反抗权威和传统价值观 因为他们相信没有绝对的 所以只管做你自己 做你喜欢的事 这个听起来很像后现代主义 这个就是存在主义所带来的 存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建立的这种文化 但我想清楚让你们明白 我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勇敢 这个尼采的虚无主义让人非常勇敢 我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要成为懦弱的 我也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在未知的水域航行 即使我们需要我们也必要这样做 当神指示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走信心的路 但是我们要明白 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是受到上帝和他的应许的鼓励 但是我们不是被虚无所影响 所以我们要小心推动你前进的因素是什么 如果虚无是推动你前进的动力 你就会放弃所有的规则和原则 你就会像该隐一样生活 该隐离开了上帝的面 过着自己的生活 创造了自己的城市 创造了一个无神的文明 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 存在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世界观 是我们在上一刻谈到的世俗主义的最有利 而最清晰的代表 当没有永恒的眼光时 人会发现自己处于此时此地 被抛进他的存在中 而从中流露出来的一切恐惧 悲观 绝望和危险的勇气 实际上可以消耗人的精神 很遗憾的 这些思想已经渗透到课本 音乐和艺术中 它影响了社会不同的阶层 最重要的是影响我们下一代的思想 如果我们要在 如果我们要在存在的世界中 继续传扬和颂赞主 我们就需要理解这个主义 这个思想并得着基督教的答案 我们所剩下的时间不多 但我想反驳存在主义的一切主张 如果我们想反驳这种对这个空虚和痛苦的世界来说 如此真实的绝望哲学 我们要明白 虚无并不是最终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需要意义 那么我们也要知道意义并非来自人本身 让我们通过最有智慧的哲学家 在圣经里写的话 来了解如何在这个虚空的世界中 找到真正的意义 我们来读传道书第一章 第二章 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 在耶路撒冷做王 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 有什么益处呢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 地却永远长存 所以哲学家在问的是 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 其中的意义在哪里呢 这也是所罗门所问的 传道书第二章二十四节 人莫强如吃喝 且在劳碌中享福 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 所以他提到神 论道吃用享福 谁能胜过我呢 神喜悦谁就给谁 智慧知识和喜乐 唯有罪人 神使他劳苦 叫他将所收据的 所堆积的 归给神所喜悦的人 这也是虚空 也是虚空 当我们看第一章十 或许我们会认为 所罗门是一位像 尼采和萨特那样的哲学家 因为他们都说 今生是徒劳和无意义的 如果你有读哲学 这个是你首先会观察到的 因为这似乎是一个看不见神的世界的现实 但是当我们继续读时 我们知道所罗门正是通过上帝的存在 而不是虚无来探讨今生的无意义 而他不仅仅是无奈的哀叹今生的虚空 但是他是在描述人们寻找今生意义的虚空努力 因为人们没有看到上帝是我们这一生的创造者和协调者 其实我们的虚空是把我们指向神的 因为只有神才能给我们所做的事情带来快乐 智慧享受和意义 然后他说 神独自安排了这世上的一切 为了让神所喜悦之人受益 对于不明白这一点的人来说 无论他多么努力的追求今生的意义 都只是徒劳 因而所得的只是一个虚空的人生 这个就是整个传道书的主题 然后我要特别强调 所罗门并没有以虚无结束这个传道书 但他是以在神面前当负的责任来结束 我们看这个传道书第十二章 传道书十二章第十三节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总义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都必审问 所以我们不要误解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带来相应的后果 我们不是得到奖赏 就是会受到审判 我们都要对自己的想法和言行负责 耶稣曾说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供出来 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 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为什么我们的言语这么重要呢 耶稣要我们知道 我们的言语其实代表了我们内心的一切 这就是代表我们最细微的想法和行为 都会被记录下来 所以我们知道最大的谎言就是 我们的这一生将以虚无结束 并不是这样 所有的一切都会指向最终的结果 而神会是唯一的审判官 因此我们知道人类的存在本身就伴随着一项明确的义务 就是要遵守神的诫命 那么存在主义者他们错在哪里呢 他们听起来好像很正确 如果他们听起来不是正确的 他们就不会赢得一个时代的人 他们或许正确的观察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痛苦和绝望的 他们或许也正确的谈到人类的焦虑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他们也正确的谈论人类存在的虚空 因为人已经看不到他的创造者了 但是他们的错误 而且是彻底的错误 是他们把上帝排除在外 他们看不到拥有神形象的人 通过在基督里与神和好 便能找回他存在的意义 且是真正和持久的意义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接受绝望的哲学 我们不必与存在主义产生共鸣 当你确信神的存在 并下定决心遵行神的旨意时 你就会发现你存在的一切意义 同时也会找到永恒的福乐和享受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神我们为着这个非常重要 还有沉重的这一刻我们感谢神 神我们学了很多 求神让我们能够确认 尤其当我们认识到与基督教竞争的世界观的时候 这是测试我们在基督信仰观点 通过的坚持坚定 神在这个存在主义的这个世界里面 求神让我们找到基督教的答案 我们为着等一下我们可以有蒙恩的讨论 小组讨论来祷告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